今天打算去看马里奥大电影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他们这个爆米花都是咸口的 他们不卖甜口的爆米花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do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电影院啊 芬兰这边卖的爆米花都是咸口的 比如芝士味 海苔味 还有什么寂寞味 上次看阿凡达的时候买了一大盒 结果吃的时候发现是咸的 就只吃了一点点 从来没吃过咸的就有点吃不下去 感觉挺神奇的 就在爆米花上也有文化差异 不过想到咱们国内豆腐脑和粽子也有咸甜之争 同一片地区生活的人口味也会不一样 那不同地区生活的人爆米花口味不一样 也很合理了 我觉得导致爆米花是咸口 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 芬兰这边另外一种电影院的零食食堂 就是那种硬堂软堂小熊堂之类的 在这边自己装装完之后蹭了重 然后去收银台结账 伶牙之旅快上映了 美国内完了大概一个月吧 马里奥 今天就是来看马里奥 现在是3点40 还有5分钟电影开印 这边电影有三种语言 分别是芬兰语 瑞典语 还有英语 只有英语有字幕 但是字幕却是芬兰语和瑞典语双语的 然后他们本地的芬兰语和瑞典语是没有字幕的 有个小马里奥来看马里奥 影厅没什么特别的 但电影时间有点奇怪 电影票上的时间是早于电影真正放映开始时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按票上的时间准时进去 你需要看10到20分钟的广告 看完广告后你才真正看到你所想看的电影 然后我们就看了10多分钟的广告 不过看马里奥电影 他先播马里奥的广告 还挺应景的 看完马里奥了 感觉还不错 感觉电影挺好看的 我从FC一直到GBA 我从FC到GBGBA NDS、3DS到WiiU、Switch 我都玩过马里奥的游戏 一路看下来里面的近期小桥蛋还挺不错的 但是我感觉少了一段给老玩家回顾马里奥整个系列的那种桥段 就像《马里奥奥特赛》里面那一段 带着老玩家一路回顾马里奥的整个系列那种感动 我感觉电影里面少了这么一段 另外我感觉芬兰这边真的关门好早 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 就是说你放假他们商店也跟着放假 就整个商场的所有商店关门都很准时 现在是下午6点过 你看周围已经关的差不多了 一路我们看一个 一路这写的复活节 一数什么日 早上11点到下午6点关门 第二行是周日 也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就关了 关的也比较早 所以可以看到周围的一圈商店都在关门 这一圈都在关门 下午6点就关了 天都要晚上8点过才黑 大家就只能去酒吧喝酒了吧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啦 点个关注 跟我一起了解芬兰生活